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反擊 那昨天晚上我睡覺前還在講說 這個船要拖回西班堡 這個在克里米亞 那個是等於黑亞艦隊的總部 說要拖回去 但是今天這個中午之前 我們就看到這個消息 而且我上了一下這個 俄羅斯新聞的這個網站 俄羅斯國防部承認這個船 這個沉下去了 事實上這個也沒辦法否認 因為衛星都會追蹤得到 突然看到這個船部艦 這個也沒有辦法不承認 那這個是有很大的象徵意義 因為這個莫斯科號 是等於是最新型的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主力艦 俄羅斯現在只有一艘航空母艦 庫茲捏佐夫號 是當年這個在冷戰的時候 這個打造 在1990年那個完成的庫茲捏佐夫號 那個是紀念那個蘇年的 這個海軍元帥庫茲捏佐夫 他當年提出大海軍的理論 可是那個船現在剛好正在在修 在大修 所以現在等於是這個莫斯科號 是這個作戰來講的話 最重要的一個主力 那這個莫斯科號就有點像這個 因為名字叫莫斯科號 是首都的名字 所以讓我們聯想到 當年日本的這個大河號 大河號其實有兩艘 有兩艘 可是大河一倒了以後 對日本的士氣的影響是很大 特別是烏冬的這個會戰要開始之前 大家認為就是普提琴放出狠話 他跟這個白魯總統 盧卡開記者會講 他說何談就是個死胡同 大家想會大量的這個動武了 這個莫斯科號 我還看過這個莫斯科號 1994年我到這個黑海那邊 剛好遇到這個海軍節 這個看莫斯科號的這個演習 他要發射魚雷打那個雷星 所以讓人印象非常的這個深刻 然後這莫斯科號上面 其實應該還可以停一些的 那個輕型的飛機 所以因為當年為什麼 蘇聯的這個 那個什麼航空母艦手 因為呢他們要經過 這個達達尼爾 博士普魯斯這個海峽的時候 他會受到那個盾位的 這個限制 所以就不多打造這個航空母艦 就用這個阻力艦的名字 來規避掉這個土耳其的這個限制 所以這個對於士氣來講 當然是有大的這個影響 而且本來我們看到了 這個美國的這個講說 要把這個基輔的這個兵 就往烏東那邊掉 美國很明確的就是 普丁要開始repositioning 這個regrouping 然後再開始進行這個會戰 然後呢這個Zalensky也講了 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這個會戰 而且叫西方國家呢 這個增加武器的提供 然後美國呢給提供援助 你看這兩天加碼了很多 本來呢這個提供了大概17億多 這兩天又加了8億 然後歐盟也加了5億的這個這個歐元 所以美國現在總援助的錢大概是 已經接近差不多30億美金了 所以這個當然世紀上的這個有影響 然後今天再看一個特別就是呢 現在普丁又開始澄清了 他說我並沒有說 絕對不和Zalensky這個見面 意思是要一定要呢 大家那個書面的協議 都有了結果以後 他才會跟他這個見面 然後Zalensky呢 到今天我一直講 我隨時都願意和普丁 在任何地點就任何的主題 這個進行商談